大家好,我是Mira 相信大家追蹤我的朋友都知道我 經常到處去做Live 今天我來到會展這裡 去參加了Netro in Eugenic Asia的一個Show 當中我也認識了一個很好的品牌 就是Netro Plus 我稍後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品牌究竟有什麼吸引我 有什麼好的產品要介紹給大家 大家也可以進來吃香哈囉之餘 分享一下這個Live給身邊的朋友看 雖然我都知道現在可能平日大家也上班 但也不要緊 因為我們這個Live就是半小時左右 大家不想錯過的話 都記得叫朋友一起進來看看 看看 很多朋友進來 Yeef也在 Hello Hello 大家可以說一聲Hi Hello Andy Hello Hello偉豪 多謝大家支持 大家快點幫忙分享出去 因為都知道可能大家上班 但也想跟大家介紹一些這麼好的產品 我剛剛也在這裡走一轉 也發現有不少是挺好的產品 也想跟大家講解一下 推介一下 好了 我們等多一些朋友進來 我們就可以正式開始了 大家有沒有經常走一會展的show 其實現在疫情可能之前就少了 但現在就多了很多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都出不了國 大家都可以幫助我們本地的消費 去幫助我們本地的商家 或者是企業 今天我想講的產品都很多 大家應該都看到桌面有很漂亮的顏色 超級多不同種類 今天我想講這個Natural Plus這個品牌 其實它是來自貝奧 他們有自己的農場 自己種植的農地 種植他們一些有天然的食品 當中 我也覺得他們這個品牌很好 因為他們希望將這些這麼好的產品 要帶來城市給大家 當中譬如是酵素 酵素我自己都很喜歡 因為酵素其實是我們身體的一個趨化劑 我們的身體其實都很需要酵素 去幫我們維持我們日常生活的所需 以及去支持我們的生產代謝 而且隨著年紀的增長 其實我們身體裡面的酵素 自己產生的酵素其實都會越來越少 那怎麼辦呢 我們身體日常生活也需要酵素 但是自己產生的酵素越來越少 那我們就要靠我們一些營養補充品 譬如這些水果、梳果、這些天然的酵素 去幫我們調節身體裡面所需的酵素 所以Letroplus他們都很好 有很多不同味道的酵素 讓大家容易入口之外 亦都有一些功能性 那有什麼功能呢? 我稍後都會詳細再講 最主要其實這個酵素有不大的功效 就是可以減輕體重 幫助我們的腸胃健康 譬如我們腸胃其實很需要一些抑身菌 那這些酵素都可以幫助我們的腸道 去增加多一些我們的抑身菌 那另外皮膚 皮膚健康都很需要 譬如女士 可能有些痘痘 或者可能是現在香港的天氣問題 都令到我們有很多濕疹 或者一些皮膚敏感的問題 其實酵素都可以幫我們去改善到的 另外就是提高我們的免疫力 其實疫情呢 我們的免疫力提高組 都是可以預防疫情之一的 另外就是三高 所以這個是喝酵素的五大好處 大家都要非常之留意 還有應該不會說 所以總會有些腸胃 或者體重的問題 其實我也有很多了解他們這個品牌 我也有看到有些成功的個案 譬如他們喝酵素三個月 已經可以減到25磅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厲害的一個成績 因為其實就沒有特別要去減食 還是怎樣的 可能都會配合一些代餐 但是只是輕輕鬆鬆的喝酵素 已經可以減到重的話 其實真的是很成功的一個例子 另外可能有些朋友有痘痘的問題 痘痘的問題的話 其實都可以用酵素去改善 因為改善了長度的健康 增加了我們的益生菌之後 其實都可以令到我們的痘痘的問題 都得以改善的 這些都是他們有些喝了一排的朋友仔 分享給我們的成功例子 都非常之好的成績 另外就是糖尿病 其實糖尿病都是香港不少人應該都有 還有都年輕化的趨勢 喝酵素都可以減到糖尿病 也是一個真實的成功個案 有個朋友仔就喝了酵素之後 他再去腹診的時候 醫生就幫他們已經減藥了 已經不需要再吃那麼多 控制糖尿病的藥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喝酵素對人體 有非常好的幫助 好了,說了那麼久了 其實我們這一系列的酵素有什麼味道呢? 其實有六種 第一種就是火龍果 這個非常鮮艷的紅色 火龍果其實就是入門級 可能第一次喝酵素的朋友 都比較建議先喝火龍果 也是比較容易入口 而且也是有少少像酒味 其實所有酵素都有少少像酒味 但火龍果相對是比較容易入口 然後就是白虎瓜 這個就是白虎瓜 白虎瓜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它可以幫我們減輕糖尿病的問題 白虎瓜就是非常有這個功效性 如果有糖尿病問題的朋友仔 都可以喝一下白虎瓜 另外還有提子 其實提子也很好喝的 提子就是這個 一點粉紅色 也是像酒 因為酒也是提子的成份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好喝 我自己也很喜歡 另外很多女士應該都很注意的 就是減肥的問題 其實菠蘿對於減肥是非常好的 還有很多美容的減肥藥 其實也有菠蘿的成份 所以Letropax也用了菠蘿去做這個 也是給一些減肥的朋友 就是非常推薦去喝這個味 另外還有PASSION FOOD熱情果 PASSION FOOD就是這個 這個我也很喜歡 我覺得很好喝 因為我自己也比較喜歡熱情果 我覺得這個 入口也是比較容易 也是比較適合初嘗試烤素的朋友 另外就是藍莓 藍莓也是跟粉紅哥有點相似 藍莓也是移入口 可能是開派對 或者是一些健康的飲品 開派對喝汽水其實很不健康 可能喝這個藍莓就會更好 亦可以幫助到心情代謝 其實這些酵素 我們都可以喝兩個星期 即是開了 放雪櫃時都可以喝兩個星期 其實建議每天喝一瓶 再配合水 令到酵素的功能 發揮得更加好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先由火龍果開市 入門去試一試 逐漸可以試其他的口味 其實一瓶都非常大瓶 都喝到一段時間 另外因為他們都是100%自家農場 以及純天然去製作 所以記得一定要放在冰箱裡 好了 除了酵素之外 其實他們都可以配合一些代餐 去吃 如果是減肥的朋友 效果會更加好 然後 除了酵素之外 其實它還有出一些果醬 或者果醬 譬如這裡 你看到有五款 它有各種顏色的果醬 其實我剛剛都試過 它的口感都非常好 它很濃 因為它是100%用果醬去製作的 所以這些都是很適合去配合一些麵包 或者是餅乾去吃的 我覺得是一個早餐快、靚、正之選 剛剛忘了提及大家的價錢 口感是82元到89元不等 視乎什麼味道 以及可以到他們的網站去買 因為這些都是天然的食物 所以他們都會即叫即正地幫你們獎品 也是非常之好 沒有添加天然的一個產品 剛剛提及了堅果和種子的醬 它有什麼好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吃三文魚有很豐富的Omega-3 但其實這些果醬 這些堅果的醬 少許已經等於三文魚的份量 已經高出了三倍的Omega-3 還有Omega-6 所以其實吃三文魚都怕肥 因為都多油 即是煎的過程 但這些就不會 亦可以吸收到很足夠的Omega-3 和Omega-6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用古早葉烤的方法去做 亦是用一支荔枝柴 真的用柴火去做成的 我覺得這個質非常之好 因為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古早味 入口也是非常好吃 早餐可以真的快、靚、正 又有營養去解決了每天的早餐 尤其是我們上班、上學 這麼忙 其實配一個麵包的果醬 然後再喝少許酵素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早餐 還有100%天然 沒有防腐質添加 亦是不合膚質 還有素食者 或者純素的朋友 都可以適合吃的 這個果醬 其實就開了 放在冰箱三個月都可以 我覺得實際上 其實一個月都應該吃完 所以絕對不會成為一個問題 如果在儲存方面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之好 亦有Omega-3、Omega-6 還有豐富的蛋白質 好了 那這個果醬究竟多少錢呢 這個堅果醬 其實它是88元一斤 其實它還有很多味道 譬如它還有 核桃、杏仁 還有這個最新的 就是多些麥克風 這個酒 口感更豐富 還有我覺得剛剛吃的時候 都覺得它是很豐富的 口感 不會是很水 或者是很不夠豐富的感覺 因為它100%都是用果 就是這些堅果去製作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 非常之划算 一瓶已經有這麼多果的食物在裡面 另外其實如果朋友喜歡吃小食 他們都有這些一包包的Nux去買 除了醬之外 亦都有這些Nux去吃 好了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這個 其實這個是剛剛說的Nux的醬 但這個是藍莓醬 這個也可以說多一點 因為這些藍莓 都是它們自己種植 自己發酵的 100%是手工製作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心機之選 因為它是全人手做 也是非常珍貴 另外它也會保留裡面的果肉 以及藍莓的皮 其實很多生果的纖維 或者營養豐富的地方 都是在於它的皮 所以我覺得它是保留的話 真的把藍莓的精華 以及營養 真的吸收到油體那裡 而且因為發酵過 所以更加容易吸收 這個呢 就有少少冰糖的味 也會帶出它的甜味 亦都是純天然 沒有防腐劑 沒有色素 沒有膚質 還有素食 或者純素的朋友 都可以適合吃 這個也是可以搽麵包 我覺得也是 好了 其實它們也 這個不是說價錢 這個就是98元 如果你們有興趣 也可以上它們的網站去看 就是letroplus.com letroplus.com.hk 裡面其實也有很多它們的簡介 而且它們也會有營養師 去配合去做 亦都有一些代餐 或者一些想可能減肥的療程 的食療 它們都會幫到你 所以如果想認識更加多 知道更加多 其實就可以上它們的網站去看 如果想買這些產品 都可以去它們的網站選購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或者去它們的網站去看 當中也有不少一些成功的例子 分享 用家分享 我也覺得是很值得給大家參考 如果你們有什麼健康問題 或者是一些皮膚 或者是一些糖尿病 等等的問題 其實都可以去它們的網站 諮詢 他們的營養師都會去 和你們交代 建議你們適合的內餐 或者是一些烤素的 好 看看 大家有什麼問題 大家也給個贊 這些這麼好的產品 都真的要推廣給大家 大家歡迎繼續留言 如果有問題 都可以問 Hello Hi 我自己也很喜歡吃喝這些酵素 我覺得真的不錯 不錯 都可以幫助我們 我想今天 大家的問題可以繼續留言 或者是可以去它們的網站 去問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今天的Live就到這裡 大家有需要 記得去它們的網站留言 Bye Bye